大家好,我是Cora小編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我們的Tom老師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我們今天要學的英文是什麼呢? 就是網購的英文 大家都知道到11月週年慶啊 什麼特賣會非常的多 特別是國外呢 像比如說我今天想在阿萬卡上面訂購一些東西的話 那這些英文要怎麼說呢? 好,那我們就來學學看吧 首先第一個 運費 來,簡單 shipping fee 加一字 shipping fee 好聽 對,就是運費 好,第二個 取貨的方式 就是你買完東西之後你要選擇怎麼取貨 那這個英文要怎麼說呢? 來,大家知道這是產品 所以是product 然後呢,運送 delivery 所以是product delivery product delivery 那選擇的取貨方式呢 就有兩種選擇 那就是到店取貨 或者是直接的運送 到店取貨 來,store pick up store pick up 不錯的 那那個直接運送 來,direct shipping direct shipping 就是你可以選擇這兩種運送的方式 那選擇運送方式之後呢 當然有第三個就是免運 那免運的英文要怎麼說呢? 免費的免 free delivery free delivery free就是免費 免運 免運 免用錢 對 那選擇完運費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付款的方式 首先第一個是貨到付款 嗯,其實這有兩個 好,這邊很不錯 collect on delivery 那另外一個的話 常常比較會聽到的是 cash on delivery 這樣子 到了,給他現金 哦 就是cash on delivery 對 那常常你看他簡寫的話 就是COD 哦 對 可是 可是 在國外 比較少這樣子 會不會怕說等一下 對 比較麻煩 因為台灣是有 有選擇貨到付款 對 那或者是 你可以選擇 線上刷卡 對 大家應該很熟 但是我們可以練習一次 來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是信用卡 那 你選 你付完款之後 你有可能會遇到 退費 對 那退費的時候 就會有個手續費 沒錯 這個英文要怎麼說呢? 這個版本還蠻好用的 like restocking fee restocking fee 嗯 對 不錯 下一個 那還有一個叫做 七天賤賞期 嗯 那這個比較便是 台灣會常見到的 對 就是網路上你購買的時候 會有一個七天賤賞期 對 假設你是在美國的話 常常是 這個七變成三十天 哦 三十天賤賞期 對 對還不錯 所以like free return within seven days free return within seven days good 那考慮一下 把它變三次 30 對 不錯不錯 就30天賤賞期 對 對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跟網路購物有相關的英文 大家都學起來了嗎? 如果要去國外購買東西的話 就可以用這些英文三字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